大家好,又是我馬步,明天又有馬跑,但是明天應該是幾精彩, 不過都是以島就不會怎樣帶到,只可以當觀賞馬, 但是觀賞亦想玩的,我也會買的。 Hi everybody, and tomorrow we still have horse racing in Hong Kong. 明天,當然大家可能都很關注的,就是金倉六十到底他贏不贏得到。 我這場的看法有少少不同,金倉六十派十四檔, 你或者馬行不行,應該是行的,不過問題是騎士, 我覺得賀摘到時候有沒有那麼機警,可以拿到好位, 而要吸白進去,也有可能坐博士,真的不敢說。 不過過往上次試過,就這樣輸給加州星球, 那次我就知道他有機會,這次都是有機會, 有機會可能堵塞了,或者跑不到出來。 那我呢,就覺得都是會兼顧他,但是我會兼顧其他幾隻。 那先講這場是第七場,然後第八場,我就真的挺看好羅萬勇士的。 那現在也有兩倍,如果你覺得羅萬勇士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這樣玩,那怎樣玩呢? 那這裏呢,現在呢,金倉六十就一定是免費的了, 都有兩倍,現在寫至2.1,那就不知道了。 那加州星球就一定在前面放,問題啦,他就換了蘇明倫, 那好騎士啦,那他在前面放放放放放,放得好的, 真的可以放到回來,那他的賠率就一定是好分啦,7.2, 好了,那一個2.1,那萬一有什麼差池的話, 好了,這口碼煲就會好分啦。 那另外呢,就還有潘頓,也有隻永遠美麗, 那我也覺得這隻馬刀有機會,可以贏到金倉六十, 那6.5倍,那就比較熱些啦。 那但是還有一隻呢,就是我一路都很喜歡的騎士, 就是莫雷拉,那這隻呢,就是慎智勇盡, 我不知道這隻馬,認識這隻馬, 那我就不會說因為是隻馬我而買, 我是因為莫雷拉我會買, 那莫雷拉呢,這隻馬呢,就12, 如果他可以的話,他真的照到你的, 雖然他派十一檔,但這個也沒問題啦, 我絕對信任莫雷拉的騎記, 那就是這四隻,好了,這四隻呢,就會射到下面, 就是浪漫勇士啦,OK? 那如果跑金倉六十,就一定沒有錢分的啦, 所以呢,我會這樣建議,如果當十元住的, 那我就可能會買大一點的啦, 那我會是怎樣買呢? 如果是金倉六十加多住, 譬如你買十元住的話呢,就四十元一條飛啦, 另外呢,金倉六十再買多一個十元, 那變了呢,就會是,如果他真的跑第二門呢, 就不會說贏很多錢, 不過就拿回一個本, 但是希望他呢, 又不可以說他輸啦, 總之跑馬始終都有機會, 又輸又贏,又又有意外, 總之我不是這樣, 看到他那麼高可以贏, 不過我又不是說完全沒有啊, 那所以呢,如果你是買五十元, 那金倉六十的就買二十元, 如果你再買大一點, 你就可以陸續上去, 那甚至金倉六十那張, 譬如你,我不知道啦, 那一刻啦,我又不猜到太大了, 那你可以買多些, 是金倉六十, 卸在下面, 那因為始終都是覺得他穩陣啦, 有機會贏啦, 但是始終都是跑馬, 那真是沒有人接跑過才知道, 那我就介紹這口啦, 那我就要重複啦, 第七場的, 一二五七, 美瓜就是二號啦, I repeat, I pick up race seven, number one, two, five, seven, and race eight will be number two, 祝大家好運啦, 拜拜。 拜拜。